随着生活素质的提升 国人汽车的永有数量日渐攀升 对于汽车修护的要求也越来越高 在台湾就有一间长期正面于 开发汽车特殊修护工具的公司 以做工实在的态度 制造出省时省力 符合环保需求的修护工具 成为现今享誉全球的汽车修护工具开发大厂 刚开始的时候 我的第一组工具是做那个宾室的底盘工具 后来碰到那个卡车的修车厂 有遇到维修上的困难 我们就开始帮他们做的第一套的工具 做了以后他们觉得这个特殊的工具 比那个进口的还要好用 后来我们就在深入卡车这个领域再去开发 就是现在变成那个轿车还有卡车的特殊工具 看准现代人对汽车修护的重视与需求 黄盛丁董事长于西元2000年自创品牌 率领精英团队开发欧系与日系汽车卡车特殊修补工具 长年来荣获政府肯定 为全台唯一一间卡车工具研发厂商 如今已研发高达1200多种特殊工具 其中更有80项产品 拥有台湾 德国 美国 日本专利 在全球70多个国家贩售 荣获那个经济部的CITD研发计划 还有两次加益县政府的SBIR地方型 创新产业发展计划的补助 汽车修护必须完全仰赖人工 使用工具及辅助机械作业 因此黄董事长格外注重产品的品质与安全 占地广阔的厂房内拥有测试实验室 研发实验室 样品室 培训室 员工餐厅 除有效提升全体员工的工作效率外 透过成熟的制造分工机制 也能确保各个零件品质精良 为客户在前端做最严谨的把关 像我们这一台弹软避震器工具 我们在设计的时候就有这个防护柱栏 来保护操作者在使用上的安全 还有设计这个油压 手动的油压 完全不用任何的电力 还是启动它就可以来使用了 融合德国新型专利 还有得到台湾的新型专利 还有通过欧洲的西医认证 融合今年的创新产品奖 因为带领部门会把提案先放在自己的部门执行 我会以伙伴的角度去激发 他们的更多的创意以及想法 这就是借由讨论以及沟通的过程中 才会有的成果 在过程中也可以培养增加团队的凝聚力 以及默契 让工作能够更加的顺利 HCB的这个工具 它跟原厂的等级 几乎是超越原厂 然后精密度各方面就是 在拆装的时候非常吻合 不会说像其他的工具 你可能在拆装的时候 它可能不合 然后你又很容易把一些像螺丝 把它弄坏 把零件把它弄坏了 价位也非常好 非常合理 为增加国际知名度 黄董事长每年接代理精英团队 参与海外国际展览 因着国际间少见的特殊修护工具系列产品 在短时间内 产品广获欧美日等国与业界的热烈回响 成为外销国外的重要厂商 成功把品牌推向全世界 16年前也是在展览会上 认识黄先生 那次我带一个热门厂商 去参观他的摊位 他发现有几样东西他很熟 马上就下来订单 以后呢 陆陆续续的一直在增加他的订单 他对HCP的产品 非常有信心 他们的客户用得很满足 因为他们非常新鲜 他们一直在新技术 我们在商业中 一直在新的东西 我们一直在新的东西 所以这就是HCP可以给我们的 第三个 为什么我选HCP 基本上 他们的品牌 他们的品牌 在打造企业品牌成功后 黄董事长 引持取之于社会 用之于社会的精神 提供万能工商教师 深入厂房学习观摩 了解业界最新修车工具技术 提升教师实务教学能力 提早培养学生 进入职场的工作技能 让教学与产业实务更加贴切 他们研发出了这些的特殊工具 那可以让我们的师生 方便使用 最主要的就是让我们技职教育里面 这种从大专业校到高职 它的传承 那种技术叫无红衔接 另外也感谢董事长 也捐赠十万块给我们学校 来帮助我们这些弱势的孩子 以往我们在教学方面 只是针对国内的国产车 那他捐赠了双并校车之后 我们可以带进双并校车的教学 那尤其有这一套的 那个变速箱的特殊工具 让学生在拆解方面 会更加得心应手 在黄斗市长以独特的眼光 卓越研发创新的软实力 及自我明确的品牌定位 三者兼具运筹帷幄之下 让我们看见他们成功的秘诀 就在于对于产品品质的坚持 透过团队不断的提升 将好的产品要上国际舞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